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回到节目的第二节 这节我们会谈到法国一千坚里大赛 法国一千坚里大赛是黏马赛事 也是黏马的经典系列赛 三岁的黏马跑了1600米 这场赛事更加 有时红马我们两岁都会见到 三岁的黏马大多数都没见过 这场赛事大家如果看到参战马名单 可能会觉得挺陌生 没错 原本有一只没有在报名表见过 之前没有出现 那只叫古宝熟女 是 先看看参战马名单 这只古宝熟女 因为她是高多分的马尼 在报名的初阶段还没有出现 直至最近几天突然出现 引起了在欧洲方面挺大回响 她不是因为什么事 因为她的能力挺好的马尼 所以现在比较注目 其实马一方面有些近跡的看着我 甚至上一场输给古宝熟女 不凡魔力 另外东瞻 树木之其实我们也见过 树木之在杜拜也见过 另外有隐世天堂 恶拜仁这场出现一只珊瑚摊 还有数学堂 对 数学堂 可能有些长力根据马 但是看起来这场马女赛事 最初如果没有古宝熟女 我觉得挺平均的 不是平均的 直接是混乱的 挺平均的 但是这几天后突然延迟报名加入 看到高多芬立即把这只马上阵 这条形状也是很漂亮 赢起来的姿态也挺夸张 对 赢得怎么漂亮呢 我们看看 在4月14号的时候 龙上马场的三级赛来了 1,600位就是同情 巨路都錦标 高多芬马这一批就不是之前 不是他的 这一批之前都是他们三的 蓝三的那一批 带出来了 对 在中档那里骑了出来 洛篮不凡魔力都叫做保持走势 反而那只靠食为家就差一点 在后面就跑到第五 不过你看到后面三四五名 跑来跑去都过不了第二 就是不凡魔力 不凡魔力 在最后的几倍都保持挺硬的 但是回看古宝熟女 跑了两次 全都赢了 立即报名跑这场一千坚里 因为最初他也是赢了一场 普通的交叉赛事 然后才再跑这场 可能觉得进步幅度也挺大 所以后面的幕后团队 立即报名跑这场 进步幅度也大 旁边左右也不太像 对对 对手好像也是一样的 结果上一次试出彩虹 希望这次来到这场一千坚里大赛 因为暂时在欧洲方面 最受注目是他 就是一保进来 就已经说立即抢了最受注目的地位 看看能不能承着这个势就赢得到 对手就不是没有 其实这场赛事 如果他不保进来的话 也说过好像很混战 看看其他战线的马 不积明区大赛有两匹 看着我和那匹 手鼓乐家 这场看着我其实来到这里 他有点夹了一夹 之后也叫做有位冲 和那匹手鼓乐家一起 都比较到终点 手鼓乐家就早段先过他 你记得他早红色衣服那匹 那匹是范高尔子治的马尼 在最后拖下去也拖得挺精彩的 但是你看到看着我 他的势头就好一点 但是你也要留意 原来他暂时跑了几场 1400也好 1600也好 因为他三战就两胜 1400也好 回来都是赢了一些 远大烂地的场地 现在看看龙上的赛道 究竟一直到星期日是濕或干的 如果临场的场地仍然变化 或者下雨的话 我真的要看着他 真的要提升他的评级 另外的三战马 数学堂 这一部分也不错 在当地上升得上来的小时 不错的痴马 在去年10月7日的时候 跑马素尔大赛 马素尔大赛是海船门大赛赛奇的赛事 这一场他是留后的 大外难 在300米左右都凸了围 但是很可惜 保持不到他的走势 被另外一只头马追过了 这场靠食为家也跑来录 是的 不过这场头马 今季復出之后 不知道都走光了 回来都在尾 包尾回来 外面 没关系 头马走光了 他没有走光了 因为刚才那场马素尔大赛是一级赛 现在到了今季 到了4月8日 在一场三岁的峻里马赛 这些赛事看来 一来让他先赢 二来要先赢 原来这么厉害 单骑表演 虽然对手弱 他在终点前 他越脱越远 还要骑士看回头 真的不费吹夫之力赢 对 后面跑第二一批 就叫做早晨露水 也有报名 跑这一场一千斤 但后来暂时外国的网站 都看到他应该不跑 因为他在4月底再跑一场赛事 回来跑第四 也可以 第四跟马很近 但你看到这批数学童也不简单 可能武线方面那边有些天文学家的血系 可能幕后都觉得 好像越跑越长都可以 所以他三场一跑都是一利 没错 虽然刚才我们看的那场处女马赛 你当然会说 赛事取军行不行 但有时候计算 他赢马的勢有多厉害 都不用怎么骑 就脱了 因为第二名的马 刚才阿涂都说过 有报名他跑的 结果他不出就是他的事 所以我觉得这些马 很可能第二名那一批 看到起码你在 都过不了的话 就不如算数 所以我觉得他都要 这批数学堂都要看着 另外有一批叫东占的马 看来也是自视挺高的 法国上年两岁的时候 一早赢了马之后 他还心头高 那我们先看这场两岁马赛 在外当掌上来 这场在外面掌上来 内南的马完全挡不住 很轻松 看来就好像速度感 不是太强 赢起来他有在手 但接着他好像去美国 是 泡河长 肉马者两岁的草地 痴马赛 两岁的千马草地大赛 那输给那一支也很厉害 尽管都是美国那边的代表 有时候你这些马 这么年轻过去美国那边跑 都不简单 美国那边都可能有些 放强阵和你玩一些对制的形式 那输给那一支就叫做 news people of record 那支今季再跑前几天就跑 1700米回来跑第二 都不错 是的 所以那场赛事一来水准有 他输得比较远的 但问题就是正如阿涂所说 受制于那些美国马 是 左村又插的 结果他在后面 那个势很厉害他跑第二 但不太有介意 而最重要就是跑了这么少的马 你这么早运到美国 你看来自时也挺高 回来了 在本土的赛事 当然不是说没有对手 不过看来他本身的能力 也不是说简单 所以这场赛事我觉得 他是其中一个势力 还有一批当骑士 近期就跑得挺好的 4月20号的时候赢过马 他赢的赛事是1600米赛事 不过就是一场普通的痴马赛 不过这场水准也不错 因为第四名那批再出都赢了 当然了 头马也挺强的 他就挡不住 不过他这个第二 其实也算是挺稳定的 对 跟着头马一起冲上去 他看上去 现在镜头看上去 他的身形比较单薄一点 两岁时也曾经跟手冠恶家碰过 但就输过手冠恶家 现在又要讲求一些进度 他暂时跑三线 都很中心准成的 三线就是一个第一 两个第二名 看看究竟那个进度 可不可以赶得及 还提到一部分 那些树木志 刚才大家听过 大家在美丹来见过他 他是美丹一千坚来大赛的盟主 但是去到橡树大赛 就很失望 跑到半老 突然间突然大幅倒退 但是问题 你要考虑两点 就是一来 橡树大赛加了情 第二 始终是一千坚来大赛冠军 因为美丹的一千坚来大赛 是泥地 现在龙上这样的天气 很可能这些马 又接到鬼 而且今次缩了情 会不会有些不同的表现 我觉得也不是完全不可能 当然了 这艘马是草地 就证明不多 但正义好原话 就是如果你说跑变化地 都不敢抹杀他的机会 是的 因为开始也有些期望 因为他在杜拜 适应到杜拜的泥地 不简单 但是之后那场真的失望一点 看看会不会 礼拜日当晚会不会下雨 缩程 而且穿意在前面走的马 就不算很多 他会是其中一匹 看看能不能受害到 在场地形势 这些马 如果真的到时下雨跑的话 记住他 很可能在场地上 他会得到一些优势 也不一定的 不过怎么也好 落雨还落雨 我们又到排序时间 也是有点乱的 不如先选择一只不凡魔力 刚才如果看片段 他在最后的几百米 还是很硬的 其他马 后面想逼近他也逼不到 也能捱到第二名 看来都是有些能力的 杜拜威的女儿 看下来的1600米 能不能赢回一场 开场的时候 我都说蓝营有没有机会 赢完两场 当然是捧蓝营 他们互不熟绿 延迟报名加入 跑两场赢两场 其实初出那场赢骄鲨 他真的没有骑过 赢三个多马位回来 上场赢巨路都敢标 赢两个马位左右 肢体也很轻松 我看好这只蓝营马 只剩下那个位 真是如雨虹掌 因为数学堂也喜欢 冬战也喜欢 但是要留意 如果真的变化地的话 可能数学堂好一点 就是影响没那么大 但是冬战如果场地好一点 我觉得他的机会可能会提升 因为冬战上次去到美国 就遇到一个不是好的场地 他输得比较远 我是少担心一点 但是如果你说自事高 级数上 还有远征 始终有时跑大赢去说的经验 如果这个冬战也离开自己的本土 去到远征都可以的话 我觉得他的能力真的不简单 有些机会是底运未老的马 所以也要留意 好 两项的坚尼大赛 我们今晚都谈了 多谢高庆和阿涛 我们星期日晚的原班人马 跟大家各场赛事看完 留意了 星期日晚我们开始播放节目的时间 将会是晚上的7点45分 法国龙上马场 2000坚尼大赛日的六场赛事 全部都可以看 不过今集时间差不多了 之前也说过 今个月每个星期五晚都会认识大家 下个星期我会谈日本橡树大赛 今集节目时间够了 下个星期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安排 3 欢迎讨厢 再放第一回